Salut 你是 Ami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很快地做一次, 讓子女當作下午茶 然後再講講他的典故 馬德年蛋糕其實並沒有什麼固定食譜 基本上有做蛋糕的四大材料 即是麵粉、雞蛋、牛油和糖 另外再加上一些自己的秘密成份 例如大多數人會減少牛油的份量 用牛奶來代替 有人又會加不同的香料 或者用杏仁粉部分代替麵粉 我今次用了牛奶之餘 再加入檸檬皮屑和檸檬汁 同時沒有加發粉 而是用發打蛋白來代替 很快地做了一大碟小蛋糕 子女亦很快地吃光了 好, 很快地講完馬德年蛋糕製作 之後就來講講他的典故 這方面在網上亦有很多資料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我就簡單地複述一次 就是他的歷史起源有頗多說法 最早的是在1661年 法國東北部Lohen 諾林省Goumercy 科梅爾西書機主教 Bord de Gondy的一位女廚師 Madeleine Simonan 首千條仔 一位獲腰出席書機主教 所舉行晚宴的女工作 在吃過之後非常欣賞 於是就以女廚師的名字 來命名這款小蛋糕 並且介紹給外界認識 Madeleine蛋糕 從此就名揚天下了 但今天在法國 更多的說法 說是在1755年 流亡去到法國 Goumercy 暫居的波蘭國王 同時亦都是當時法王路易十五岳府的 Stanislas Lezinski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 有一天宴請朋友 但他的廚師和管家吵架 廚師一氣之下馬上洗手不乾 那時宴會完成了大半 只是欠甜點 那怎麼辦呢 這時其中一位喉雀夫人賓客 Bérodin de Beaumont 身邊的年輕女僕 Madeleine Boulmier 建議 可以用他媽媽的一個食譜 做小蛋糕給大家 保證又快又好吃 在別無選擇之下 洛蘭國王接受了這個建議 結果一做出來的這款小蛋糕 令到一眾賓客都大為讚賞 洛蘭國王於是決定以女僕的名 Madeleine 來命名這款蛋糕 之後再將這款蛋糕介紹到凡爾賽宮 很快便風行傳法國了 由於上述兩個說法 都提到Gomexie這個地方 因此這款蛋糕在法國 亦經常被人叫做Madeleine de Gomexie 意思即是Gomexie的Madeleine蛋糕 不過小蛋糕為何用背殼型模具來焗 就一直沒有人說得清 我幾經翻查資料之後 終於找到一些線索 或者能夠解開這個謎團 故事要上索去到公元九世紀 在西班牙的孔波斯特拉 西班牙文叫做Gomexie Stella 法文叫做Gomexie Stella的海岸城市 發現了一位天主教聖人聖雅國的遺物 於是興建了一座大教堂來珍藏 這座大教堂在法文叫做 之後從十一世紀開始 很多基督徒從各地 其中主要是從法國步行到朝聖 形成今天所講的聖雅國之路 或者聖地雅哥朝聖之路 其中聖雅國是法文叫法 聖地雅哥是西班牙文叫法 朝聖者從法國經過比利牛斯山 然後沿著西班牙北部的道路 來Gomexie Stella 在完成這個朝聖之旅之後 朝聖者都會去到海邊 執行一個扇貝殼來留念 在這裏有兩重意義 一方面扇貝的法文是Cocky Sanja 名字剛好與聖人相同 一見到扇貝殼 就會自然想到它 另一方面扇貝上的紋路 都是射向貝殼末端 象徵來自各地的朝聖者 最終都會聚到Gombostelle 因此扇貝也成為這條朝聖路的揮號 當國會在沿途安中這個揮號 朝聖者只要跟著她的指示 那就不會迷路了 正因為扇貝有留念的意義 因此有人就用貝殼來做各種紀念品 例如頸鏈吊嘴就是較常見的一種 亦都基於這個原因 有說法說 有個叫做Motherland的女生 用貝殼形蛋糕帽做蛋糕 送給聖雅各之路上的朝聖者 而這款蛋糕的真正起源其實在這裏 所有這些傳說究竟誰才是真 現在很難說 但是我估計聖雅各之路 自十一世紀開始 就吸引到大批的朝聖者 而貝殼又有其特殊的象徵意義 用貝殼形蛋糕帽做蛋糕給朝聖者 相信不止一個人 而是頗為流行 貝殼形蛋糕帽也成為很多高點師常備的器材 經過六七百年之後 到了落爛國王遇到甜點欠奉的尷尬情況 而那位叫Motherland的年輕女僕 主動為她做蛋糕 於是就地取材 見貝殼形蛋糕帽又好看又特別 於是就用她來做蛋糕 之前的貝殼蛋糕為何沒有人提 到了她才變得出名呢? 很可能是因為她麻麻的獨盤蛋糕秘方非常好吃 再加上有國王的讚賞 全身價百倍 不過真正把Motherland蛋糕推向全法國的 其實是一班無名英雄 或者準確地說應該是一班婦女 自從十九世紀末期 直至二次大戰之前 高麥克斯火車站的月台上 會出現一批 拿著裝載了新鮮出爐Motherland蛋糕托盤的女商販 每當有火車洗入車站 就會立刻衝向車門或車窗 好大聲地叫售這款地方特產蛋糕 這個場面頗具戲劇性 因此有一些法國明信片 亦都以她做題材 正是通過這班婦女 令Motherland蛋糕很快地通過鐵路旅客 流向全法國以至全世界 在某種程度上 代表貝殼文露的反方向流動 亦都即是從諾林的高麥克斯 向外走 成為這個蛋糕文露的新註解 除了這些故事之外 還有一些關於Motherland蛋糕的有趣資料 但在網上已經有廣泛流傳 再講就會令這段視頻太長了 我會將這些資料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查看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至稍後至下 至次 Feny